又阻挤? 伍尼瑞 与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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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 与朵 与朵 该出发了 你看这有种技能 因为那里面有较几乎 對 这些人 也有一个很大的 让我产生ек的话 怎么能玩 从那里面有点水 就是把这种技能的 要选择 两次 让我拿出 冻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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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安两位 好久不见了 你们还是很有精神的 艾德琳女铺长 你好啊 两位是来找狄鲁克老爷商议钥匙的吗 确实 既然艾德琳小姐站在门口 还是直接拜托艾德琳小姐吧 艾德琳小姐 我们总是凑过酒庄的特价葡萄汁 这次想早点过来预订 我们多付一点订金也可以哦 请给我们预留一瓶吧 当然没问题 完全不用订金 只不过 要麻烦你们稍微等等了 晨曦酒庄的特价葡萄汁 需要不少准备时间 每年夏天 迪路克老爷都会亲自挑选 两桶品质上好的葡萄 用来制作特价葡萄汁 为什么要把两品低价卖出去呢 品质上好的葡萄 明明一听就很贵啊 嗯 老爷没有明确解释过 我也只能揣测他的想法 特价只是一种手段 标着特价的商品 往往能吸引更多顾客 也许老爷希望用这种方法 让果汁流行起来 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酗酒的人能找到理想替代品 这样就不会在名鼎大罪后闹事 不能喝酒的人们 也可以获得别样的乐趣 老爷不是计较那点小钱的人 也许相比毫无节制地 享受美酒和生活的同时也保持理智 不给别人增加麻烦 这不是很好吗 迪卢克老爷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所以现在 迪卢克正在挑选今年的葡萄吗 暂时还没有 等到老爷处理完手边的麻烦时 就会开始这道工序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 老爷或许会邀请你们 参考你们的建议 两位是知道的 老爷常常听见风声 提前去招待一些无理无德之徒 这次也一样 今天老爷大概是去音响海滩附近了 还请两位少安无灶 先到酒庄里边坐坐吧 我还要在门口等待某些客人 海力和摩克会招待你们的 无德无理 有点不明白埃德琳小姐的意思 诶 难道说的是暗 呃 咳咳 对付暗中作祟的深渊教团吗 作为迪卢克老爷的伙伴 我们可不能坐视不理 如果你们两位愿意协助 也是一件好事 毕竟你们是老爷信任的人 实力有保障 感谢两位主动伸出援手 没什么啦 迪卢克老爷早点闲下来 我们也能更早买到好喝的葡萄芝麻 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音响海滩那边看看 我们再给我们收拾一笔 了 我还不想看 哇 我们再看 特别是桥子 居然在野外扎营了 總覺得這種事不對勁 難道敵人很棘手 變成了持久站 看起來不像是蒂魯科的帳篷 或是冒險家的營地嗎 那裡有一張紙條和一本筆記 我們讀讀看吧 看這張紙條的口吻 好像是蒂魯科認識的人呢 就先叫他老爺朋友吧 他在這裡發現了什麼不得了的事 給蒂魯科老爺留下紙條以後就離開了 真粗心啊 這種紙條要是被別人看到了怎麼辦 還有筆記本也沒帶走 不過這麼說來 海灘上那個奇怪的地脈淤記點 周圍沒有魔物 也沒有不對勁的地方呀 你還想讀一讀老爺朋友的筆記嗎 如果你不想讀了 我們就直接過去 蹭近點看看吧 怎麼突然冒出來這麼多魔物 等等 那是蒂魯科老爺嗎 和平時的蒂魯科不太一樣呢 銳氣滿滿很有乾淨的樣子 難道這就是正義人火力全開的心態嗎 確實呢 仔細一看 這個蒂魯科好像更年輕 但是 以前發生了什麼事呢 蒂魯科為什麼要在這裡戰鬥 呃 等到之後去問他本人好了 我們怎麼辦 好 那就來看看 以前蒂魯科戰鬥的作風吧 在此 清算 結束了呢 蒂魯科贏得還挺輕鬆的 不愧是他 可是 現在這裡只有一些過去的幻影 好像也沒什麼危險 所以說 蒂魯科已經收工了嗎 如果我們再觸碰那個異常的地埋預計點 還會有魔物出現嗎 以前的蒂魯科呢 就像以前在其他地埋預計點做過的那樣 打敗所有出現的魔物後 異常的現象就會消失了 不是啦 只是有點不放心 萬一有好奇的路人湊過來看熱鬧 結果呀的跳出來一隻魔物 筐的給他一棒 就糟糕了 這樣聽起來才足夠危險呀 反正我們原本就打算幫蒂魯科的忙 幫人幫到底乾脆多待一會兒 確認沒危險再走 倒也沒有啦 只是為了好喝的葡萄汁 好 你再努力一點 等拿到葡萄汁給你多喝一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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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沧海之渊 这个如何 真是急 小心着凉 禁止接触 风供遗袭 冻结吧 闲让误饶 猪流了一般飘落 这刹那将是你俩 休养生息 老实点 起 起 翻涌吧 踏风 可叹 露夜 禁止接触 为了阎王帝君 这个如何 小心着凉 该出发了 我会跟上的 下一项工作室 老实点儿 逐流了一番飘落 风供遗行 深海的家户 灵止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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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低迈预计 魔物是不是就不会跑出来了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该去找敌鲁克问个明白了吧 先回 就这么做吧 毕业轻振 热乎热乎吧 掩饰下师傅的枪法 传起来吧 全都可以炸完 蹦蹦炸弹 不若金汤 天动万象 开锅了 火力全开 棒棒炸弹 安柔盘石 天理常驱 见识下师傅的枪法 全都可以炸完 弹起来吧 好 最后 握手 zo 了 柠幅 小心 火力全开 优秀 这次是什么麻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着凉 这项工作该划掉了 双寒化生 老实点 行 等着 别来碍事 这个如何 抱歉啊 风贡鱼行 好好站稳了 没有关系 禁止截图 冻结吧 插风 云野 燕鸣 朱琉璃般飘落 明草结环 这个如何 小心着凉 你干吗 要不清楚 没关系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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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俱备 出发吧 你做了错误的选择 别担心 总共鱼行 奋勇吧 双寒化射 冻结吧 抱歉了 云影 夜莺 帮帮忙 我们走 闲人勿扰 该出发 起 深海的家户 踏风 风供鱼行 别担心 真是这个如何 小心着凉 这项工作 该划掉了 可叹 落叶飘零 可叹 落叶飘零 可叹 落叶飘零 准备 准备吧 双寒化射 双寒化射 帮忙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加上的月光 陰影 赢名 朱瘤了一番飘落 這個如何 抱歉喔 別擔心 沧海之曰 咱們左派 可叹 落叶飘零 塔封 凍结吧 雄还坏 先眼神息 这刹那 将是你的永恒 老实点 凍结吧 这项工作 该划掉了 翻涌吧 别担心 云雅 雁鸣 闲妖妖 这个如何 小心着凉 凍结吧 凍结吧 休养熟悉 老实点 可叹 落叶飘雷 为了阎王帝君 别担心 别担心 我们走开 闲人误饶 下降 倒结吧 快 快 快 这刹那将是你的永恒 老实点 真撑吧 尽收兵器 我会注意骑士的风度 岩石的重量 令人安心 还有人需要帮忙? 一定要干净利落 应该赶得上 落 别白费功夫 向我沉浮吧 无礼 故若金汤此乃天大 荒星 化为尘埃吧 我会注意女仆的礼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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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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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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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 这个如何 别担心 深海的加护 动结吧 猪琉璃般飘落 老实点 这颤啊 将是你的用 休养收西 这颤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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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做吧 震天焊地 天理长驱 热乎热乎嘛 继收兵器 讲不通就打扁喽 火力全开 不若金汤 此乃天道 开锅了 开锅了 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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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花 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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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炸彈 风雾遗形 哈 伙伴 开火 全都可以炸完 新团长的击步 哈 嘿 嘿呀 哈 棒 故若金汤 此乃天道 讲不通 就打点了 棒 棒棒炸弹 咦余 傻大 咦余 啊 哦 啊 啊 啊 冷卖 爹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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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起来,艾德琳小姐平常都在酒庄里忙碌 这段时间为什么一直站在门口? 难道你一直在等迪路克老爷吗? 这样站着也太辛苦了吧? 哎呀,感谢关心 我还有任务在身 老爷嘱咐我在这里迎接一些特别的客人 对于某些特别的客人,需要加以劝阻 老爷说了,事态特殊 希望这些客人近期能跟酒庄保持适当距离 以免节外生枝 呃,艾德琳小姐的话好难懂 但听你的语气应该是很重要的工作吧 感谢两位的理解与帮助 你们已经为迪路克老爷奔忙这么久 这些废时的琐事就交给我吧 两位要是有心 还请帮我把这封信带进屋里 放在进门右手边的桌上 那里有一些已归档的信件 把这封信排在最外侧即可 这是寄给迪路克老爷的信吗? 对,这是老爷的线人寄来的信 只能交给老爷的心腹处理或保管 这么说来 我们也算是被迪路克信任的人了呢 当然 你们可是老爷重要的朋友 那么,这件事就有劳了 哇 桌上有好多信 看样子 迪路克出门前刚好像读过这些信 那他确实挺匆忙的 爱德琳小姐拜托我们整理信件 可我们又看不出这些信的顺序啊 只能读一下信的内容 大概判断一下来信时间了 你是觉得不合适吗 也对呢 我们把信件摆放整齐就行了吧 来了 动作很快啊 突然出现了 为什么这么慌张 爱德琳小姐让我们帮忙把这封新的信件归到 可我们根本分不清先后顺序 这些都是你的私人物品 不禁允许就读别人的信件 也太没礼貌了 不必紧张 再说 看你们的表情 似乎很感兴趣 信中写的都是些陈年往事了 我留着他们 只是为了保存信息 最近有些事情况特殊 为了确认细节 我才重新犯出这些信 这件事你们也有参与 想知道相关信息的话 可以看看 有好奇信不是坏事 这么一说 你身上好像有股山地水果的清香 失去了有落落眉的山地吗 很敏锐 我确实去了趟王蜂山地 详情稍后再打 不对啊 我们明明还有重要的事没说 还有好多问题没问蒂鲁克 还是先帮他整理信件吧 既然他本人都说不介意我们读信了 那我们就稍微读一下吧 对 对 对 好 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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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就把心间的顺序都排好吧 能猜到一些事了呢 狄鲁克老爷以前好像还挺辛苦的 不止被以前的骑士团误解 还有各种限制 但是,正义人还真不好当啊,总是一个人战斗,身边的人都因为各种现实因素没法帮忙 嗯,也对啊 而且现在有我们了,我们可以全力帮他 对,是出于友情,绝对不是为了蹭葡萄之河 等等 怎么了 迪鲁克老爷,你换这身衣服了,还把头发扎起来了呢 突然好有仪式感 这身衣服,你见过 在发生异常的地脉旁见过,那个应该是以前的你的幻影吧 哼,不值一提 我们能问问吗,以前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会在那里战斗 老样子,对抗图谋不轨的深渊教团而已 深渊教团曾发起一次多线攻势 不过很可惜,还不是我的对手 当时我们在英雄海滩一带战斗,种种迹象都被异常活跃的地脉记录下来 最近,地脉应该是又紊乱了,释放出当时的种种信息,才被你们所窒息 一旦处理完那批魔物,只要不主动触碰地脉于几点,它就不会再活性化 如果置之不理,骑士团一定会接管这件事 以他们的作风,绝对会调动人手看守低脉 骑士团负责这件事,不是很好吗 骑士团的人手大多出征在外,机动兵力本就不充裕 现阶段还无法判断这起异变是否是深渊教团制造的诱饵 贸然调动人力,就可能固子失笔,遭到偷袭 再说,我也懒得跟骑士团的人多说 比起把时间浪费在交涉上,我宁可亲手处理此事 抓几个深渊法师当人质,查获情报,确认深渊教团的动向 这些都不是难事 至于骑士团那边,希望他们配合的事,我也已经托人转达了 处理麻烦是骑士团的本职工作,事发时他们理应在场 理念有别,我不太喜欢跟骑士团的人一起行动 但像这种程度的互相关照,还是可以有的 总感觉迪鲁克老爷对各种事情的掌控力都比以前更强了呢 充分利用每一股势力,才能妥善应对危险 总之,多谢你们出手相助,爱德林都告诉我了 这是谢礼,收下吧 葡萄汁?包装好好花呀,这个是不是很贵? 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葡萄汁,用到了最高品质的果实 正好有没开封的,拿了一瓶给你们肠胃 我都不知道你们喜欢葡萄汁,下次不用等着买什么特价商品 自己到库房提货就行,至于花销,记走我账上 以后逢人就说,我们是晨曦酒庄的贵客 毕竟这瓶葡萄汁至少值好几万摩拉吧 嘿嘿,就这么送给我们 狄罗克老爷,谢谢你啦 晚上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吃晚餐 我已经让爱德林安排下去了 不过在那之前,还有些小事要处理 当然,被动不是我的作风 虽然刚才提到我曾抱有怀疑 但多方调查下来,此次事件应该不是神缘教团所为 既然是自然现象,那也该去收尾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 对哦对哦,毕竟收到了这么好的葡萄汁 啊,不是不是,毕竟哪怕有着九成的胜算 也不能掉以轻心嘛 哦,态度很不错 既然如此 走吧 好,这次正义人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啦 出发出发,最后的战斗搞定所有麻烦 出发出发出发生命 出发出发生命荣达 出发生命荣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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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